日本女孩川崎公子本是一名异技 却被男友拐卖到烟柳巷 沦为花街女 1943年 公子和其他几个日本女孩 毅然踏上了去往战时中国的火车 成为日军慰安所的慰安妇 决心在这里多赚些钱 回家自力更生 同行的还有朝鲜女孩严希 以及中国女孩丹丹等人 不同的是 所有的朝鲜女孩和中国女孩 都是被强行掳到这里的 也没有任何新仇 到达慰安所后 女孩们便开始了悲惨的生活 她们每天都要被迫接待 至少30名日本士兵 负责经营慰安所的山田 利欲熏心 连今期都不肯批准她们休息 严希14岁的妹妹顺真 不肯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 变得精神失常 日军发现顺真没有了利用价值 便决定将其送进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 但还没等到天亮 顺真就上吊自杀了 严希目睹面的惨死后 悲痛不已 也选择了隔腕自杀 索性士兵方夏及时发现后 将她送到医院 严希才活了下来 从那以后 方夏常常主动要求来严希的房间 却不忍伤害她 只和她相对贪心 后来严希才知道 方夏原名金永熙 是被迫加入日军的朝鲜人 两个人同病相连 渐渐产生了爱情 然而 陈田不满足于本地的生意 常常逼迫女孩们 去远方的军营 超负荷工作 就算有人感染了性病 也不放在心上 依然让其继续接客 另一边 永熙即将被派往前线 临行前 她最后一次来到 严希的房间 送给她一个 带有蓝色雾旺草的发夹 希望她不要忘记这段感情 两人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在一起 就在那晚 严希怀上了 永熙的孩子 在被安索的日子里 严希 公子 以及丹丹之间的友情 越来越深厚 为了保护怀孕的严希 公子便将自己的 全部积蓄交给山田 才使得她免于在孕期 接待日本兵 并顺利生下了女儿恩惠 但孩子出生没多久 严希就收到了 永熙牺牲的消息 她悲痛欲绝 却只能对着永熙的照片 寄托哀思 恩惠虽小 却也彻夜啼哭 仿佛是要替母亲 流光最后的眼泪 渐渐的 山田越来越觉得 严希的孩子是个累赘 便联合驻守此地的 日本军官将孩子抱走 准备将其丢弃在 附近的中国村庄里 严希一直将孩子 当作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发现女儿失踪后 自然不肯罢休 公子不忍 费其求情 看在公子的面子上 山田才不得不将恩惠 回还给了严希 二战进入尾声 就连未安所里的人们 也得知了日军 即将战败的消息 丹丹试图逃跑 却被抓了回来 并被残忍杀害 不久后 日本终于投降了 就在未安妇们 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回家时 日军却将所有的 中国女孩 和朝鲜女孩 集中起来 并将其全部枪杀 想让自己犯下的 滔天罪行 随着他们死 被隐瞒起来 恩惠躲在公子怀中 才免遭屠杀 临终前 严希将永希送给他的发夹 交到了公子的手中 随后 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几十年后 已经垂垂老矣的公子 在电视上看到了 有关未安妇调查的相关新闻 便带着已经更临为 雅子的恩惠 前往韩国 并将恩惠的真实身世 河畔拖出 最后 公子郑重地跪倒在 未安妇纪念碑面前 为自己的祖国 向那些悲惨死去的冤魂赎罪 战争 让侵略者 泯灭了最后的良知 成为没有人性的野兽 非安妇的伤痛 是民族的伤痛 也是人类的伤痛 它永远不应被遗忘 而应成为一段 被永远铭记的历史 是人类的伤痛